能引起严重低加血症的降压药 有既便宜副作用更少的代替 看了20多年的高血压患者 有一个药想再次强调一下 已经发现至少10例以上出现严重的低加血症 并且有两例引起了心跳骤停的悲剧 这个药物就是利尿剂引达帕安片 作为利尿剂的一种 能够通过利尿起到降压作用 但是这类药物常见的副作用 就是引起电解质紊乱 尤其是低加血症 严重的低加血症 有造成心跳骤停的风险 因此如果吃引达帕安 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最好联合其他药物一起使用 如果联合保甲印尿剂 比如和罗内质联合使用 就能够让电解质保持稳定 减少低加血症的风险 也可以和普利类或者沙坦类的联合使用 也能够预防假的丢失 二是注意不要加大剂量 常规一天一片使用 就能够达到较好的效果 如果增加剂量 降压效果不但不会明显增加 但低加血症的副作用会大幅度增加 三是定期复查电解质 临床确实遇到很多患者吃引达帕安 出现低加血症 建议吃这个药物一定要定期检查电解质 一旦出现钾的偏低 就要及时进行调整 如果已经出现了 乏力不适肢体酸染无力 可能有低加的存在 建议进一步检查 四是低加的患者不能使用 如果本身有低加血症 或者近期有腹泻、呕吐等 一定要注意 会加重低加血症的风险 其实引达帕安在基层用用比较多 随着国家药品带量采购的不断推进 许多长效降压药物价格都非常便宜 并且效果也很好 像多种普利类的、沙坦类的、地瓶类的降压药 都有长效降压药 吃一片能够管一天 都是临床最常用的降压药物 可以作为首选治疗 来替代引达帕安的使用 减少低加血症的副作用 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欢迎您关注、转发、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